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立刻成为了大明星 而且还得到了很多从前都没敢想的消费 我在人药剧路部红了 老板的笑脸也越来越多 看起来是把我当有钱数了 当时正值日本泡沐经济时代的卫生 很多日本人口袋里的零化钱可比现在多多了 他们一到夜晚就频繁出入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 花起万元面额的钞票来 随意的就像扔掉一张插过鼻涕的餐镜子 其实我的少年时代曾经有一个梦想 就是到北京去从事艺术 我13岁的那年报考过当时的中央武器艺术大学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听过这个学校的名字 在文革期间 江青把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 当艺术内院校合并起来 成立了所谓的综合性的艺术大学 就是武器艺术大学 由他自己亲任校长 我至少练武报考过武器艺术大学 也报考过总政 海政 广州战士歌舞团 以及我们湖南省歌舞团 虽然我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 但结果通通都因为特殊的家庭身份 导致了政省不合格而被淘汰 最后只被世纪的湘坛书歌舞团所录起 至于为什么政省不合格 这个话说来尝了 我们以后慢慢聊 没想到多少年之后 歌舞集定又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舞台 在人妖俱乐部 我身穿特意从深圳带来的演出服 在舞台上总是能看见疯狂的观众 我还记得 有一位看上去非常温和的中年绅士 突然将领带缠到了头上 站到了桌子上面 高喊着干了 干了 看掰 然后一哑头就将手里杯中的酒一口个灌了下去 这位客人像喝水一样 一杯杯灌下渡的法国红酒 在当时的价值一拼 也是要三万亿元左右 我被日本人的这种花钱如流水棒的疯狂主义中 惊呆了 也很好奇他们是从哪里挣到的那么多的钱 要知道在哪个时候 仅仅是他在店里一碗的消费 就能够在我的家乡湖南盖起一座小楼的 我在休息的间谐也和人家聊天 因为有些人家不是日本人 日语能量也还是有限的 但靠着连笔带话 只算能明白各自的意思 在国内的时候 我也在一些杂志上看过人家的报道 心里难免对他们存在某种偏见 不过在和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之后 我发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 正式的人 他们来到异国表演 出卖劳动 也不过是为了赚钱 我和几个来自泰国的人家聊天 说起将来的理想 一个说她要挣够了钱去做变性手续 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一个说因为喜欢海鲜 将来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海鲜餐厅 他们问起我的理想 我的答案是赚钱 是的 赚钱 我和小妹第二年的学费 还没有着落呢 说到孟祖河这个人瑶俱乐部 虽然在性质上有点色情的意味 但她其实并不施行真正的色情交易 客人们大多很规矩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意外 有一天 一个客人喝多了酒 突然抓住身旁的一位太过人药 大喊大叫的 撕着她身上的短裙 知道把短裙撕破了 还不把手 我不太听得懂她在喊什么 但还是和其他同事一起上前把她给按住 后来这个客人被罚了一笔钱 还差点送到了警察署 原来她只想看那个人瑶的乳房 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男性生殖器 我回到后台 看到那个被羞辱的人要坐在梳妆台间 哭泣着 有几个其他人要在旁边安慰着她 但很快音乐就响起来 他们不得不继续抢眼欢笑上台表演 我心里多少有点为他们难过 就走到哭泣的人要我身边 拍了拍她的街 掏出刚刚赚到的一万日元小费 塞到她的手里 她抬头看着我 目光充满的感激 但又把钱还给我 我再次塞给她 对她说 收下吧 买点你喜欢的化妆品 她点了点到 终于破地微笑 我和这些人瑶们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很亲密 一方面是语言的障碍 另一方面 这份职业的性质 都是我们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 不过我时常觉得 在那种环境里 我们都是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同路人 不能说相遇一幕 至少也应该相互关照吧 你现在是第一个人 你怎么觉得呢 很难吗 我就是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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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泰国老家的电话 她叫我将来 如果去了泰国旅游的话 一定和她联系 那天我走出大楼 回头看了看 梦足和闪烁的英雄灯 知道自己 这一段生活经历 结束了 我感觉到一种充实 经过一段这样的生活 自己成长了见识 认识了一些瓶水相逢的人 也在生命中 体验到了一丝感动 人活着 他就应该按照他自己的路去活 没有任何可以差别 非常尊重他们 算起来 我只坚持了一个月 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辞职的最主要原因 是当时我除了上场表演之外 还要兼职做招待的服务工作 那种无论何时 都必须不断地 对客人点头好摇的 日本式的工作态度 让我疲惫不堪 另一个原因 也是我渐渐知道了 光靠自己的舞蹈本领 就在歌舞既定混饭时 几乎是不可能的 辞职以后 日学校的暑假还没有结束 我又开始每天在歌舞基地里徘徊 想重新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像我这样 不断地对工作有更高的追求 是留学生们的普遍经历 随便问一个来日本两三年以上的 中国留学生 谁没有打过五六分工 谁没有搬过好几次家 生活的压力之下 大家都不得不如此 一天半晚 当我正忍着饥饿 盲目地闲逛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 头上戴着棒球帽 压得滴滴的 正在人行道中间 像过往行人里发着什么东西 他身上的衣服一看 就不是那些拉克的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我好奇地走过 手里立即被塞上 他递过来的东西 我递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一包纸巾 日本是有很多商家 这样的纸巾 做成了十几张的小纸包 在包上面印着自己的广告 然后呢 故人到车站啊 闹市街头免费发放 我在购物街景走上一趟 如果来者不拒的话 能收到十五六包 这又是什么广告 我把它翻过来 那边印着一句 那种费解的语 歌舞吉丁 第一家相亲俱乐部 卡布基丁 歌舞吉丁的意思 我太认知了 可这相亲是什么 我米亚伊帕布是什么 我尼克 凡凯西什么 带着的小吃点 朝大的中文的意思 但对于相亲俱乐部 的真正含义 还是不能把握 难道这是婚姻介绍所吗 在歌舞吉丁 常常会冒出许多 令日本都难以理解的行词 诸如流星健康 同伴喝茶 SM喝茶 包间裸体 花瓣旋转 三千日元 等等等等 我大致猜到有提供情社服务的含义 但具体含义和区别 还是无从之下 当时拿到那把广告纸巾的我 一样是云里雾里 不但不明白相亲俱乐部的具体含义 更无法理解上面的价目表 男性一千五百元 女性免费 饮料还自由 第二天我把他带到日系学校 向老师去请教 老师看了看 笑着回答说 到底是什么人的店 我也无成知道 但在上面显得免费和提供不要钱的饮料 意思是明白的 也就是店里为了招揽更多的男性客人进来 因而对女性客人采取免费的优惠 也就是说 用免费二字吸引女性客人进来 再以他们为诱饵 吊男客人进店消费 当时我对这种商业手法感到很新奇 不知为什么 相亲俱乐部这个词 在我脑海里挥着不去 莫非我与他有什么缘分 这样想着 我决定去问个究竟 几天后 我再次走到那个发指尽的男人面前 问道 您好 こんにちは 请问你们这里要不要 阿罗拜登就是你需不需要打工的 憋住的日语 一下子就暴露了我这个外国人的身份 这个男人把冒烟压得那么低 给人神秘乃至冷酷的印象 但他抬起头来啊 我看到他的眼神确实很温和的 他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 尽量的把每个字说清楚 你是中国人 他们可能不要外国人 不过 如果你愿意做 我这样发广告纸巾的活的话 我可以帮你问问老板 这真的是一份好的一份 只要站在大街上往行程手里发纸巾 每小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一千日元 而且上班时间完全自由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手法 不管是早上还是深夜 都没有关系 如果打这份工的话 就不用担心 与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了 我惊怠了 没想到还会有这种好机会 我被引荐给了老板 他是个满面湖光的中年大胖子 我向老板深深举了个标准的日本工 请他雇佣 老板看了一遍我的履历书 当天就雇佣 因为这份工作 我终于也摆脱了整天炮转情人旅馆 和饭管里的那些酷菜式 我立马转个背 就向情人旅馆的老板 老太太辞职了 她对我辞职报应无所谓的态度 我又和一起工作的老徐挡了个招呼 她这不断追问我的新工作是什么 我有点烦了 当她问我每小时工作多少钱 我胡编说了个数字 大概是1600 我的影片一下子亮了 这么多啊 你一定给我介绍一下 我之所以说出这个不靠谱的数字 可能是徐荣欣在做税 也可能只是一个玩笑 但要我帮她介绍 这就成了一个难题 所以我的回答就不那么干脆了 只是说我试试看吧 朋友说你别忘了 我可是一直很照顾你的 听到这里会有些不高兴的 照顾我 除了你第一天 除了你第一天 像我介绍过工作的基本内容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照顾的呢 恰恰相反 自从我来了之后 那些擦地擦玻璃的活 我干的绝对是大部分 她经常站在一旁 瞅着眼看着 只愿意看得到她被我连长 我们叫神拜 我才没有计较 这不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两年后 有一次在歌舞集团的街头 我远远看见她朝我走过来 但我一闪声就躲进了旁边的游戏厅 我不想见她 也不想听到她说我 不够意思 在我心里 那些人妖可以和我成为朋友 但她不能 新的工作环境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特别是能在自己喜欢的地盘 想干多长时间就可以干多长时间 这一点让我体会到 自由这个词的可贵 我既能站在我所喜爱的歌舞集团大街上 还能挣到钱 天底下居然有这么美的菜 由于我急于挣到更多的钱 一年几天我都站在大街上 平民地发自己 我迅速地找到的诀窍 微笑 始终保持着微笑 态度好的 就像把行人当作了上帝 即使被拒绝 也效忠十三一句 郭文良赛 抱歉 对不起 很快 我就变成了一部 合格的紫禁发送机器 每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大街上 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眼见那些装着紫禁的指向 一个个都空了下去 老板一天比一天喜欢我 还频繁地请我吃饭 他都在饭店里蓝虫虎颜的样子 简直就像我想象中的相簿游动员 我估计他脱光了衣服 吸上一条兜单的袋子 真的可以登上相簿出台了 吃喝之间 我自然地跟他关系熟了起来 常常跟他谈谈自己的头痛事 我最头痛的 是小梅的工作 女人能做的工作本来就不多 小梅在国内 虽不是大家闺秀 也还算是能吃苦的人 但来了日本 要让他低声下气地 在餐厅里打工 实在有些难为了他 所以当他因为工作而心情烦躁时 还经常会把怨气转移到我的身上 小梅看到语言学校里很多女生 但凡有个中等的姿色 都开始在斯拉谷小酒吧里工作 斯拉谷是日语 指的是那种有妈妈伤 或是小姐们 陪聊天喝酒的小酒吧 小梅提出也想去那样的店里打工 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别的人喝酒说笑 我总觉得难以接受 更何况我又不能时刻在他身边 如果发生什么 我根本没法把控 在他一次次的要求下 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打工的 相亲俱乐部 我对这个店的进入多少已经有些了解了 所谓相亲只不过是形容而已 说到底啊 这个俱乐部仅仅是都市里寂寞的男男女女们 找个陌生的人聊天 谈得来的可能留下电话 谈不拢的起身就走人了 其实啊 这个店里啊 还是会请女孩子打工的 日语叫Sagura 用中文讲就是请拖 请这些女孩子做拖 给工资 而且给的也不少 每小时三千日比 如果是她能在这里工作的话 我也能看得见 我觉得也比较放心 于是啊 几天后 我就抱小妹和老板见面 小妹的颜色还是不错的 当时呢 就被采用了 我按着高兴 但却没想到 是因为我们的感情 埋下了 隐患了 我和妻子在日本的生活 逐渐走上了正规 不久后 我就经历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变身 歌舞鸡丁 安耐人 其中种种机缘巧合 带我下回分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和评论 我是李小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